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水货价最精准 以中国华强北市场价格为例 玫瑰金的版本卖得最贵 遥遥领先其他颜色 相比台湾其他第一波开卖的市场 由于预购太过热烈 让苹果宣布暂停服务 只外界始终担心iPhone 6s销量不乐观 6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把尺寸变大 那你6s对于很多人来讲 它算是小改款 所以其实除了它自己小改款 外观不变 只变色以外 其他各家的品牌 它们的旗舰机种 说实话 它们的功能越来越好 HTC机皇M9 Plus预计月底推出小改版 外面加入光学防手震 如果加上其他的手机光是第四季 红达电教发表四款新机 跟iPhone 6s打对台 而Sony新机皇DeFi顶级版配备4K萤幕 要跟苹果3D触控一决高下 虽然iPhone 6s的上市 下半年饥荒大战也宣告正式开打 三天新闻的运发中 台报导